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叶窗挡不住阳光 我看见尘埃的颗粒在空气中着急地跳脚 接下来的一分钟里 我会在脑海里描画我将要度过的一天 然后那些尘埃会突然砸向我 我会突然窒息 一秒钟的时间而已 但那说服了我应该再次沉入水面 再次醒来时 脑中在喧闹 我猜这时我是真的已经不得不起来了 于是我会的 我会关掉闹钟 穿起拖鞋 换上衣服 洗脸 刷牙 然后我会开始准备早餐 我的早餐通常很丰盛 因为我需要有足够的能量来面对繁忙的一天 但有时看着锅里冒着气泡的鸡蛋 我会怀疑 我会怀疑我的一天是不是也像锅里的鸡蛋一样 冒过了泡 被生活吃掉 在那之后 我会到楼下的咖啡馆 要一杯咖啡 收缘处的女人好像很喜欢我 她总是会对我微笑 我会很开心 但我无法跟她多坐交谈 因为我要赶的车 马上就到 果然 我差点错过了她 天君一发之际 我踏上了列车 甚至还找到了座位 车上的人很多 可是似乎没有人向我微笑 这让我多少有点湿热 我总是希望能用在车上的十分钟时间 做点有意义的事 但最终 我总是只听了一首 再熟悉不过的歌 我会观察这间车厢里的一切 前面的椅子下 有块用过的卫生纸巾 右侧的金属把手上 有层层的划痕 蓝色的地面 今天显得有些暗沉 我想我熟悉这间车厢 偶尔我还是会想到很多事情 比如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人 坏人 努力的人 懒惰的人 有趣的人 无聊的人 理性的人 感性的人 真诚的人 虚伪的人 开心的人 痛苦的人 还是说 还是说 其实我是个糊涂的人 我都路过了什么 有时我甚至会错过认识的人 他们和我擦肩而过 我离得很近 可我并没有前去打招呼 有时我会不小心看见某栋楼 今天傍晚显得很好看 我会拿出手机照一张相 可我似乎永远不会再拿出这张照片来看 我最喜欢每天晚上等车的十分钟 在我头脑还清醒的那些时候 走到车站时 我会深深呼出一口气 很舒畅 然后我会突然陷入苦恼 因为我不知道此时 我应该要想一些什么 但这种苦恼 有种迷人的力量 难过却又充满挑逗 那时我便会不自觉地 开始回想我这一天的旅程 尽管大部分事情 我都不记得了 然后就在一瞬间 就在那一瞬间 我又再次看到空气里的尘埃 他们此时也已累了 不再急躁 也不再乱跳 他们落在我的身上 有些停留在我的身上 有些与我擦身而过 便继续落了下去 而我来不及留住他们 我仔细感受那些停在我的头发上 肩膀上 鞋子上的尘埃 仿佛我嗅得到他们的气味 可他们没有重量 没有颜色 我摸不到他们 也更闻不到他们的气味 但我却坚信 我感受得到他们 而这样纯粹感性的感受 却让我忘记了那些 对自我的质问 就像早上八点一样 我睁开眼 天已经亮了 我知道现在的时刻是八点 我总是在这时自动醒来 我意识到 这是我该离开这张床的时刻 白叶窗挡不住阳光 我看见尘埃的颗粒 在空气中着急地跳脚 接下来的一分钟里 我会在脑海里描画 接下来我将要度过的一天 然后那些尘埃会突然砸向我 我会突然窒息 一秒钟的时间而已 但那说服了我 应该再次沉入睡眠 我会突然间的时间